同學們好 又是我 智商2143的天才男孩小年老師 今天我要給你們講一個 近十年來最好的古裝電影 它沒有後宮假期三間 但卻讓人難以忘懷 明朝覆滅了兩年前 李自成率領的龍明起義 即將推翻大明王朝 開封被困 而開封那是中原最後一道門戶 天氣之下 從真地將當年被投入大牢的孫傳廷重新啟用 畢竟孫傳廷曾經的戰功有目共睹 卻說若不是敵軍闖入 自己將再也無法重見天日 而孫傳廷卻一點都沒有私心和包袱 靈威受命帶著大明朝 最後一支侵略部隊前往通關 一到通關 孫傳廷便快刀斬亂麻 將混戰必逃的總兵賀仁龍拉下馬 他強硬的作風以及那嚴明的群雞 彷彿能讓人看到這場戰爭的勝利 可誰知孫傳廷那不僅僅需要面對外來的敵軍 內部問題才是當作真正頭疼的關鍵 雙腸固存不足 兵器成就無用 士兵技術不足 甚至還有一個最可怕的隱患 暫時還沒有被人發現 那就是病毒 在大明朝時期 傳染病就已經存在了 軍營裡無數人感染此病 他卻遲遲沒有醫生可以診斷 面對這種內部問題 孫傳廷如不整頓 不用說出兵打仗 單純逼關鎖門 就能讓他們不贊之敗 首先需要錢糧 那是崇祯帝雖說釋放了孫傳廷 但依然對他抱有極大的警惕心 所以他只是追逐孫傳廷 趕緊出兵 錢糧事卻只字不提 可懷疑是一碼事 國戶虧空才是大事 如今這種局面 大多數是因為各大鄉身造成的 他們可以送出千兩萬兩的禮品 給大官貴人 就無法拿出千兩萬兩的銀子 來幫助國家 他們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關鍵 誰稱王稱帝 他們或許並不是太在意 大不了口中所喊的萬歲 就變成李自騰罷了 所以孫傳廷決定查清帳單 將這些富豪虧錢國家的税務重新繳納 而就在這節骨眼裡 一位友誼無誘客 被帶到了菁英 他曾是宮廷御醫 卻是無法臉受宮中生活 便辭官友誼 他和他的師父 兩人替軍中的病人診斷 可是一隻師父卻用 傷寒論的病方來處置 因為病人身上確實出現 過熱等看似尋常症狀的病情 卻殊不知 這是病毒爆發的前奏 不管無誘客多說什麼 沒有人選擇 相信他的話 只要疫情突然爆發 導致師父也喪命之後 無誘客才找到孫傳廷想要治療此病 他將病人分居隔離 用及其凶猛的藥物進行治療 病人雖說更加的痛苦 但好像確實有點作用 可目前的情況 卻只是病毒擴散得到了控制 剛剛解決一向凡人的問題 麻煩卻又來了 一場大禍 燒毀了所有的帳本 原先安排調查帳本的王寧莉 也都能陷害 在背後的黑幕 其實所有人都能清楚 可是孫傳廷除了憤怒之外 便無他法 但誰知無誘客的診療方法 就讓孫傳廷 猶如醍醐冠廷一般 既然這些將士 已經感到的血術 不如用奪命藥進行治療 方有一線生機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死馬當活馬醫 只是只需要很強的一些理論 才能信心 可是這個辦法也可以用到戰爭之中 一場鴻門燕 就像被捨下了 那些富豪 總以為自己朝廷有人 孫傳廷會給自己三份面子 可如果大明朝被滅 面子又有何用呢 所以孫傳廷揭發了這些富豪 所做的黑暗勾當 在這個宴會上 將他們全部清理 說他家產全部充公 再次好 他說了一番話 天下瞑難 百姓從賊 皆因飢餓 百姓飢餓 皆因無敵可耕 得人心者 得天下 而人心是什麼 人心就是糧食 就是源源不斷的厚培兵源 這就是為什麼他底子曾可以輸個十回八回 而大孫傳廷卻一回都輸不起 其實造反的絕大部分就是吃不飽 穿不暖 如果百姓能夠吃飽穿暖 誰會去造反 而有時候的戰爭 不是因為外來敵人 而是因為自己的家人 實在是人面受心 天災加人禍 導致當年的人們幾乎都是在亂屍中生活 期望到底在何處 無人而知 可就在孫傳廷為這個戰爭努力至極 重振地卻依然不斷地催促出兵 而現在還讓孫傳廷放不下心的 就是後方受兵的士兵 因為搞不好這些人 會成為己方的臨時炸彈 可是 他是軍師 他要以大局為重 所以的一句 進局之後 將所有大門封死 聚火為好 那些受兵士兵的命運 就已經知曉了 得失誰算 尋常識 灰劍斬雀 加國仇 無優客其實早就知道孫傳廷的無奈 他無法阻止 也不能阻止 因為 他是醫者 他的角度 是九色扶桑 可孫傳廷是將士 如何打贏一場勝仗 才是他的關鍵 兩者之間的思維 哪怕能夠互相理解 可卻也很難共存 所以無優客拒絕了孫傳廷的邀請 多自言回鄉 至於孫傳廷的命運 就是哪怕明知這是一個死局 也要去闖 這種通天的本事也無法在此刻 力挽狂瀾 內幽外患 其實早就奠定了這場戰爭的結局 1943年 孫傳廷散死 夫人自殺 而一個好消息就是 無優客創出了瘟疫論 為後人留下了 關於傳染病治療的基礎理論 並不如肌膚入口鼻 則為瘟 國不等外寇 病自愧 則為劫 片名 大明節 即使大明戰敗的最主要原因 是天災 屬一 其實這天災我們無法控制 但人禍 我們卻可以阻止 至於在面對死亡 或許人們還能夠想到的 就只有自保吧 但他們面對的是天災還是人禍 就只有自己清楚 天災 描售出 國籍 無要一 國家 國家 國在前 家在後 無國 便無家 國家 就是你的家 我是少年 一位從不搞笑的 低音解說 如果你喜歡我的解說 請點個關注 那咱們 下期再見 掰掰